今天又看到一个孩子留言给我说 让我讲一讲出国前应该做什么准备 我也不知道是你搜索不着 还是大叔就不够努力 因为这个话题我说过很多次了 拍过好几个视频了 不过今天呢 还是认真的给大家讲一讲吧 这个视频就分两段 前半段说一下就是小留学生 你今年就要出来 你应该怎么准备 后半段呢是讲一下就是大龄留学生 你近期要出来 你要做什么准备 首先说说小留学生的这个准备 我觉得为了给你们省留 先说结论 就是你应该准备一张 Visa或者是Mastercard的信卡 这样方便你在这边消费 包括教学费都可以 因为很多大学现在在网上用教学费 还有呢就是几张 你觉得比较好看的 就是两寸的白底的证件照 因为在这边比如说你办居留卡呀 医疗卡呀什么的 都需要有一张你的这个证件照 就是我不确定 在这边你能找到合适的照相馆 或者摄影师 能把你的这个美貌还原出来 所以这个建议你带着 其他的东西 你打包逻辑的是什么样的 就是你的这个行李里面 一定要有 就是这七天之内 一个礼拜之内 你需要的这个东西 然后呢尽量还有 就是这个月你需要的东西 有些东西可能是 就是只有你需要的 比如说你现在正在服用某种药物 在意大利这边也买不到 那你就需要带着 把这个量给带够了 还有就是比如说 对你非常重要的 什么玩具和手办之类的 只是对你重要 就是但是你没有它 你就睡不着觉 你就非常想它 这个你也带着 这我觉得是必须带的 不是必须带的什么 就是你们如果常看我视频的话 我就说我就是第一 这个被子你就不要带了 第二就是这个药 如果说你就是常用的药 什么感冒药 发烧药 这种药的这种药 你也不需要带 被子不需要带 是因为就像我最近 这几年租的这个房子 都是带床品的 我就不需要在这边买被子 第二就是药呢 你要吃新鲜的 就是可能就是 你带来的这个药 就是比如半年 或者一年 它就过期了 等你真正就是 要用这个药的时候 它已经过期了 就没法用了 那意大利这边是免费医疗 然后你还有自己的这个家庭医生 你自己去药房 也可以买一些 就是常用的这个药 所以这个药 这个药是非常方便的 就是还有一种方式是什么 就回到这个棉被这个话题 很多人说就是 那我租的房子就是没有棉被 那我就要带着 其实大可不必 因为你这个行李箱的 这个空间是有限的 你如果带了一个大棉被的话呢 占有很多你的空间 我可以给你解决的 一种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 你可以就是找像 像就是我这样 在本地生活的华人 你看他所有的这个视频 然后你觉得他人还不错 你可以找他代购 知道吗 就比如说你找到我 说带领你帮我买一床棉被 然后一个电热毯 一个什么电水壶等等 就是你给我个单子 然后我就给你一个报价 我就收5%的这个代购费 你要是付我钱的话 我批点批点去给你买去 这个赚钱谁不开心呢 对吧 然后你下飞机的时候 我就给你送到你家去 所以你行李箱里 都不用有这些东西 我在当地给你采购就可以 还有就是 如果说你不愿意花这个钱 其实 你在这儿真的啥都可以买到 就比如你 你来到你住的这个地方了 你突然就发现 你没有带转换叉头 怎么办 可以出去买去啊 如果说就是不太晚的话 你完全可以去就是中国超市 去把所有的东西都买齐 比如说这个所谓的转换叉头 比如说方便面 各种中国食品 就是酥弄饺子 包括还有一些什么香菜之类的 中国超市都有 就是那个生活就跟你在 就是这儿的生活是一样的 就是你可以买到所有的 中国菜的这个食材 再就是哈 就是意大利这个地方 可能跟北美不太一样 就是意大利这儿有很多就是 中国人 比如说是浙江的 或者福建的 他们就是靠 卖这种小百货起家的 就是现在还在卖小百货 你如果进到这个中国人 看这个百货店 你用普通话 跟老板跟店员 可以非常丝滑的交流 就那个地方就什么都有 你需要什么 针头线脑之类的都有 然后呢 你在国内 我觉得就是还有一个 需要你准备的一个事情 就是你的那个 中国的那个手机号 你得保留 你可以就换成就是 就是花费最少的那个套餐 像我是中国移动 我这个就是每个月是8块钱 因为这个手机号呢 是连着我的什么 各种支付的这个软件啊 什么的 然后有些时候 你比如说用一些APP 它需要就是发验证码 就国内的APP 那OK 你都是需要有 你中国的这个手机号的 所以这个号呢 你是一定要保留 不要说你出了国之后 就是中国手机号 也不要了 不行啊 不行 然后小学生这一块 我觉得就是差不多就 就结束了 你们其实两手空空来 都没问题 只要你不光定来 就没事啊 就是所有的东西 都可以买到 或者你找像我这样的人 去给你代购都可以 虽然说我住在房子 但我在其他地方 也有朋友啊 对吧 就是你在那个地方上大学 我都可以找到我的朋友 帮你去代购这些东西 都可以的 然后再说这个大龄留学生 就是怎么准备 自己出国钱的一些事情 前面都是属于 就是非常basic的这种准备 然后其实你还要想 一件事情就是 比如说你的这个经营细软 你在国内 不可能没有一点点资产 对吧 你的这些动产不动产 你要去怎么怎么去处理它 那不动产的话 就是有一些大龄留学生 他可能就是 他要出国之前 把这个房子卖掉 比如说他就是想在欧洲定居了 然后大家应该知道 一件事情就是 用这个学生去留 在意大利可以全款卖房子 也就是说你上学的这个期间 你完全可以一房养学 反正意大利这边上学 就是也非常非常便宜 就是你完全可以 在这边买一个两居室 然后你住一个房间 另外一个房间租给 一个中国留学生 或者意大利人 whatever就都可以 就是你可以有 几百欧元的这么一个收入 所以就是你 你卖房子这个事情 你可能要提前 一段时间把房子先挂出去 或者就是你需要 就是跟你的这个朋友去告别 然后你要想一下 就是你的那些朋友 是在国内 就是他所在的这个行业 可能跟意大利 也会产生一些交集的 因为你比如你来到的意大利 你不可能说你创业的方向 是赚本地人的钱 因为意大利这边 就是你想赚本地人的钱 是非常困难的 你不熟悉这的文化 不熟悉这的语言 你其实不知道 他们有什么需求的 现在已经不像是几十年前 就是温州人在这边 卖小百货就能发家 现在是另外一个时代了 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所以就是你如果想做 这个中意文化之间的 这个交流 或者其他的这种交流的话 你要想想你在本地 能够提供的这个 给国内的人的这个服务 是什么样的 所以你可能要去慎重 选择一些朋友 去跟他们保持这个 长期的这个交往 去让他们给你一些 就是国内的一些行业的 发展信息 你看怎么在意大利 帮他们去接触 然后还有就是你的这个社保 你自己考虑一下 是不是还要继续去交 如果就是你想在 比如说你在北京 已经交了很多年的社保 然后你想在北京退休的话 那么你就应该就是继续 去在北京教你的这个社保 以便于在你退休的时候 好办这种 就是在北京 在北京退休的这个手续 这个是我给你们的一点提示 当然你也可以就是 不交社保了 就是都可以的 但是我是考虑到什么呢 就是我们一把年纪出来 你很难以一个 应届毕业生的身份 再回中国去找工作了 因为没有这么大年纪的 应届毕业生 人家想找应届毕业生 是什么呢 就是觉得应届毕业生 他听话还便宜 尽管你有很多的这个工作经验 但是你毕竟有几年的 这个工作的这个段打 所以说这个应届毕业生的 这个身份 对你来讲就是 你能不能用得上 就是取决于很多的这个因素 当然这个是我给你的 一个建议 以及是我自己的一个看法 因为我今年毕业的话 我是41岁 我就不可能用我这个毕业生的 这个应届毕业生的身份 去做什么了 就是我虽然是应届毕业生 但是用人单位会觉得 我跟那些20多岁的 应届毕业生是一样的吗 我不觉得 但是如果你作为一个 大龄的那时候 你想出来或者说 你已经出来了 然后想看看 意大利这边的工作机会的话 我在小谷书上也有一个 自己的一个求职的一个社群 我会收集 在意大利的一些 华人企业的一些招聘的信息 然后 每周吧 我都在群里会更新这些信息 你可以到群里来看一看 也不用说 发言或者怎么样的 你就看一下 意大利的这些华人企业 他们的这个 招工的这个要求 都是什么样的 可以先心里有点数嘛 如果说在上学期间 你不用找着工作的话 那也挺好的 对吧 好了 这就是今天随便 想到一些东西 跟大家分享 然后以后我会 我会我会去去思考这个这个问题 就尽量的去出一个 就是付费的文章 就是对大家也是负责 因为大家如果交的钱的话 我会把这个信息 罗列的就是更详细一些 大家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会把我的这个内容 尽量做的好一点 好吧 我是戴琳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